當然你也必須要照我們那個順序 第一個我們就從判斷上的例外 分類上的例外來看的時候 上次我講過總共基本上最基本的只有七個字 就是 這比較常用的 這幾個字全部用了沒辦法 入 滾 吸 癒 切 這我講的就是 跑步回家進入家 滾了一家才知道要切水果 這樣的用一句話把它全部串點在一起 那這個地方各位要注意 這個是不是地外全部要由漢字來決定 要看漢字 因為同音義字很多 你不能說以便蓋錢全部就套用 不行 不是這樣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比如說 開る 開る這個字總共有五個字 開る這個是回家 開る 還有一個 反 反回 這個也是開る 但是另外還有兩個字也是開る 但是它的排列方式有一點點不一樣 替 開る 換 開る 這個A在下面的 另外還有一個青蛙 這個也是開る 青蛙這個當然不用講 這一幹這嚕沒有在外面 所以當然一定不是 一定不是動詞 所以那不是問題 那剩下這幾個字 你看 為什麼我一直跟各位講 日文動詞一定要看它的 所謂的祖國字 你看 歸反 這是一個詞 這個是替換 這是一個詞 所以你看 歸反的時候 歸反 這樣的時候 這兩個字一定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字都是五段動詞 那替換這兩個字就是下一段 所以它在變化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這樣聽懂嗎 基本上 雖然讀音一樣 但是因為漢字不一樣 所以它在使用上就不一樣 一個五段一個上下下一段 就這樣 同樣的道理 你看這個一路也是一樣 另外還有一個一路是這個 由在的意思 對不對 這個一路就是上一段 這個是五段 所以另外的字相當的多 所以你必須要注意 要背的就是背漢字 漢字一定要收集 漢字整個斜它是固定的 它不會亂來 這個地方請各位要特別注意 所以盡量這樣去記 這樣記的時候 你一口氣就會記住很多很多三字 而且也不會亂掉 有沒有問題 像這個就是五段 這兩個字 你就記這個就好了 這個大概就知道了 那這個跟這個一定是一起的 替換 你不會歸換 不會了 所以那個基本的運用 了解以後 你就會覺得 這個其實都看幾遍 你就會有感覺 聽聽懂 五段歸五段 所以只要歸為五段 它變化全部用五段的規則 這個上下段 就會用上下段的規則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就是判斷的時候五段永遠不會有例外 有例外全部都上下段 五段不會有例外的 五段永遠不會有例外 這個注意就是五段沒有例外 在判斷上面五段永遠不會有例外 有例外的全部上下段 所以這個本來是上一段 這個下一段 上一段 下一段 上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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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要記住這個大原則 有例外的全部都是上下段 所以你看 這個有例外一定都上下段 不可能是五段 五段永遠不會有例外 當你這樣反過來想的時候 你就知道只要看到五段 你就全部淘汰就對了 絕對不會錯 基本的觀念就在這邊而已 可以嗎 這半段永遠這樣應該知道 那以後有再出現的單字 來個幾個來個幾個就好 這總共不到五十個 所以不用刻意去背它 我覺得背那個是無聊 以後你看到看一次你就會有印象 因為你會去刻意注意它的 像這裡面這個字我們也沒有講過對不對 還有這個也經常幹到 這是 所以它也是上一段 其實它是五段 這樣子 這個以後幹到我們就計較 因為這個是禁魚 它已經到N2去了 它不會在N3裡面跑出來的 所以前面這七個字 基本上都在N3的範圍裡面 這個有時候滿尷尬的 所以這個字是我為了編故事 才把它加進來的 要不然加這個幹嘛 這字本來就不好記了 把它打本來就不是好記了 所以我來講 千萬千萬不要刻意去背 刻意去背你還是會忘掉 而且你還會混淆 因為太多 四五十個人一口氣背很難的 到最後你就拼命去數 還是又回到原點用背的 那個絕對不是好事 因為我不希望各位用背 背的真的不好 而且隨著年紀你慢慢變大 你記憶能力會越來越做的 所以你能夠理解的話 你慢慢就可以體會到為什麼要這樣 你不這樣做 你到最後你會念起來很辛苦 真正到最後 我是建議各位就是大量讀書最好 大量讀 而且看到東西就拿起來朗讀 朗讀最幫助最大 那個記單字上面用朗讀是最好 不要相信用看的 看的一點用都沒有 因為嘴巴沒有動都沒有用 可以嗎 第一個這個沒有用力 把這個念一下 感覺一下就好 來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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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來拉再插 好 謝謝 第二個就是否定型的例外 我們按照數據 你這樣記才不會亂掉 判斷之後就是按照否定靜體這樣五段變化來排列 所以否定型的例外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阿魯的否定直接轉為耐 本來他是五段動詞沒有阿拉奈這個字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阿魯 阿魯 他基本上沒有否定型的 沒有阿拉奈這一種變化的 他不按排列出排 是直接轉換成耐 這個要被沒辦法 只有一個字就被 第二個 第二個 嗚 結尾的動詞 用 我 不用阿 那 也就是說 有這個字 要變成 一瓦奈 也就是說 一阿那 這樣的變化 永遠不會出現在日文裡面 換言之 日文只要碰到第一段變化 只用阿不會用阿 因為五十英裡面剛好兩行 一行是阿一尾尾尾 最後一行 娃一尾尾尾 他是用娃一尾尾尾的基本概念 所以用哇不用阿 這沒有問題 這兩個一定要記 一個ある 一個ない 所以各位要記得 ない就等於ありません ない是等於ありません 為什麼這樣 你看 ある 按照他的變化 本來應該是 あるない 對不對 五段 あります 這邊再轉為ありません 因為這個沒有 所以他直接轉為ない 有沒有看到 因為這個不存在嗎 あります有嘛 對不對 第二要變化加ます 所以他等於ありません 那あるない沒有 他直接就有 所以這個是等於這個 所以我們前面學過 ではありません 為什麼等於ではない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這樣懂了 所以他的轉換是這一樣ない的 你不能講說ない等於ません 這樣是不夠的 因為ない照理講是等於ありません在對 因為按照變化是あり變過來的 一個產體變化 一個經濟變化 就是很容易 你從這邊變 你就知道他怎麼產生出來 這個比較重要 你才能夠徹徹底底的了解 為什麼加ない等於加ありません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坦白講 前面講的ない是為對ません 因為還有其他詞性 所以才併在一起用 這樣子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所以日文以後被動是十一型也是一樣 那用第一變化的時候 我們全部要用什麼 挖 不如用挖 日文的變化裡面沒有挖這個字的 你就記住一下 絕對不會出現挖 用挖就錯了 絕對不會有挖 這一定要記住 日文變化裡面不會出現挖 你看一下 這個往上踢起來 這個越來越差 這樣 這沒問題 這我就藏了 好 再來第三個 MAS型的例外 MAS型的例外有五個字 這五個字也是一樣 背 反正例外的部分通通要背 就這麼簡單 把所有的腦筋集中在這邊 才不會讓背掉 MOSAL MASAL KUTA SAY R 還有一個Ogamal 還有一個IRACIAR 好,ござる等於ある,有的意思,なさる等於する,做的意思,くださる有兩個等於あげる,くれる的意思 別人給我,這是くれる,或者是請どうぞ那種感覺 おしゃる等於いる,或者話す、說 いらっしゃる等於在いる,或者くる 還有一個三個字都可以 所以你們在記單字的時候 這個等於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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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記 因為你不記,你都是死背那個,然後就用中文翻譯去記不好,直接記字文 因為這五個字到後面的禁語還會再出現一次,而這五個字全部都是例外的,所以一定要被,這五個字很重要 好,這裡面這五個字,所有的全部都是五段動詞,這例外的全部都是五段動詞 這個五段,如前面是他,這如前面是殺,如前面是殺,如前面是殺,如前面是下,如前面是壓,壓,全部都是五段 那變成mars形,五段動詞的mars形 本來應該把第三變化,變為第二變化,加mars 對不對 那但是這幾個字,那但是這幾個字全部例外,這五個字變化的時候,全部是一加mars 好,所以這個地方全部去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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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嚕 本來他們應該原本,用,利,加mars 但是這個是例外,所以利,就轉為一,就這樣 好,所以變成gozai masu, nasai masu, kudasai masu, oshaimasu, irashai masu 然後經常省略於masu,所以變成gozai masu, gozai masu, nasai, kudasai, osh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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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ashai,就經常這樣 但是gozai, gozaru的意思是用gozai masu,因為這一個字跟其他的不一樣 gozaru是謙遜語,其他四個全部都是尊敬語,這個比較重要,這個是謙遜 其他四個全部都是尊敬語 謙遜用在自己 尊敬用在別人 所以只有gozai masu,用在自己身上 比如說,我跟你問到 awaiyo gozai masu, arigato gozai masu, arigato gozai masu 絕對是自己用在自己,自己對別人講 足語 說話則一定是我 這個跟什麼sashiyageyu是一樣 idataku一樣 sashiyageyu, idataku 這個都是謙遜語 尊敬語一定用在別人身上 絕對不會用在自己 這個一定要記住 這五個字不管怎麼樣一定要配 這五個字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這五個字不會 你很多日據 很多動漫你會看不懂 因為經常用到這幾個字 尤其像泛質質素那一種職場的日據 這個使用的頻率非常高 因為它是N2N1最高級日文 必然會碰到的所有的單字 這五個字絕對逃不掉 一定要牢牢記住 有時間該背的就背這個 多念幾下就記住 但是在記的時候 同時要把它的原型 它是哪一個字的尊敬語 一定要順便記住 這個等於 我詐留等於阿留 那詐留等於師留 那詐留等於師留 那詐留等於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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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要記 哪一個字對哪一個字要很清楚 尤其是最後這一個 這一個是很麻煩的 比如說你跟別人講說 我多想你再加一巴斯卡 三個意思 你爸爸在哪 你爸爸來嗎 你爸爸去嗎 全部都可以用 所以你在講話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你去人家 家裡邊拜訪 你問你爸爸在哪 當然就是用 我多想一巴斯卡 對不對 你爸爸要不要來這邊玩一玩 我多想我一巴斯卡 一樣 都一樣 你爸爸要不要去日本 我多想我 你用的一巴斯卡 一樣 知道 全部都是可以盜用的 所以這一個字最討厭 有時候前後去你不看 你根本就很難翻譯 所以這個字要注意 你絕對要看前後去 你不能觀看那個句子 你觀看那個句子 你絕對不知道 到底要不完成這個 還是這個 其他都很單純 這樣子 其他都算單純的 只有這個最討厭 沒有問題 這個字掌握住以後 其他你就不會亂了 最麻煩的就是這個字 一個是三個意思 它使用頻率最高 所以你看 你到餐廳去 為什麼人家跟你講說 為甚麼人家跟你講說 為甚麼我觀神 歡迎光臨 其實就是歡迎什麼 歡迎你來 歡迎你來 我叫你 歡迎你來 就是歡迎你來 絕對不是歡迎你去 或是歡迎你在 都不是 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這樣用 當你瞭解這些基本結構以後 你就會覺得 其實他們要想像中 那麼難 這個基本的觀念 用清楚就好 有沒有問題 好 沒問題 最後一個 第四個例外 就是 貼型 他型的例外 其他那個 那個什麼 Mux型 原型不會有例外 命令型不會有例外 那個 假定型不會有例外 那個意念型沒有例外 通通沒有 這下沒有例外 只有這幾個例外 那最後一個就是 貼型他型的例外 只有一個字 一句 這個字 枯竭為五段動詞 按套用 本來應該 句語 施行不知如 本來應該變成 一意大 一意大 但是 這個字 不規則 所以他就直接轉為什麼 初音變 一意大 一意大 但是 這個字 要很小心 有一個字 跟他是完全一模一樣的變化 貼型 他型 因為他規則 所以就造成 會錯誤 這個字 這個 本來是這個字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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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無結尾 苦以施行 無知如 所以這個變成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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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字要特別小心 不要看到行 就隨便唸 以為 全部都是 一定 不一定 有時候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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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音变 同的同藏 同名字是通勤・通學 這兩個字在日節跟三全部考過 因為變化一模一樣 只有這兩個 很討厭 剛剛好一模一樣 然後漢字又通通一樣 意思完全不一樣 佛魯是通過的意思 單純的通過 凱雅魯是通勤通學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日文的變化 動詞變化例外 只有這四個 總共15個單字 記住15個 這邊7個 8個9個 11 12 13 14 15 不管怎麼樣 15個字 再怎麼樣辛苦 都要把它記下來 一定要記 這不記不行 在這裡 進行 2 4 4 5